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项 问于王孙宇曰 赵检子这个人是做陪客 坐在旁边陪他吃饭 明镜与项 是什么意思 就是故意弄想身上的佩戴的那个玉器 滴滴干啰的弄出声音来 项是指项礼的意思 项礼的意思 那么在礼仪当中呢 他辅足定功啊 就是做陪啊 然后呢就故意弄自己的身上的玉佩 然后弄出响声 然后接着就问王孙宇曰 楚之白衡 忧在乎 就是念白衡啊 白衡呢是楚国最美的佩玉 他们称为白衡啊 就是你们楚国的白衡还保留着的吗 对曰然 王孙宇回答说 是的 简子曰 七微宝也 几何矣 这种宝贝啊 能值多少钱呀 几何矣就是值多少钱啊 这种宝贝值多少钱呀 就问他 这个东西贵重不贵重 接着曰 未尝为宝 王孙宇很淡定的说 我们并没有把他当作宝贝 出之所保者 官 曰 出之所保者 就是楚国所保贝的是什么呢 冠义父 这个这个字的读音呢 现在已经变了 可以就是又叫冠义父 应该是冠义父 冠义父呢 他是一个人名字啊 楚国的大夫 就是说他才是我们的宝 这个人是我们的宝 因为什么呢 他能做训辞 就是善于辞令 以行事于诸侯 出使各个诸侯国 使无以寡君为口实 然后使各个诸侯国 都不会把我们的国君当作什么呢 笑柄 不会当作笑柄 口实呢 就是画柄的意思 不会 就是不会让别人嘲笑我们的君主了 又有着使一项 这是 这是他的第一个宝 然后这第二个宝 是他着使一项 能到训典以续百物 以朝夕献善 败于寡君 然后这边 还有个左使名叫什么呀 名叫遗相 能说出先王的各种遗训 还有各种典章制度 然后呢 用来有条不紊的处理各种事情 以续百物 有条不紊的来处理各种事情 朝夕 并在清晨和傍晚 献善败于君 然后把那些善恶呢 说给我们的君王听 使寡君无望先王之业 使我们的君王啊 不忘记先王的功业 又能上下说乎鬼神 还能向天地鬼神取得好感 顺道其欲恶 顺从他们的好恶 使神明 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 那么使神明呢 不怨恨楚国 不怨恨楚国 这是他讲的 两个宝物了 这两个宝物 大家可以看到 他都是什么 都是人 而不是物 不是物 都是人 接着往下看 又有搜日云连途舟 这句话呢 稍微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长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此外呢 这个搜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大湖 没有水的大湖 长满了草 曰云连途舟 然后曰叫做云梦 其实这个地方叫云梦 叫云梦 曰云梦 连途舟 连途舟 连接了什么 连接途舟 这个地方 金木竹剑之所生也 这个剑呢 是指的是小竹子 小竹子 而不是指的那个 那个剑啊 小竹子 所生也 龟 竹 脚 尺 皮 鸽 羽 毛 所以背负 所以背负 等等这些出产的地方 用这些来供给兵负 以戒不语 这也不语呢 就是料不到的那些灾祸啊 我们生产这些东西呢 用来供给兵负 防备那些意外的祸患 所以供必 供必搏 以兵想与诸侯者也 又用他们来作为礼品 奉献给各个诸侯国啊 这个想其实是献与的意思 献与各个诸侯国做礼物 若诸侯之好壁句 而导致于训词 如果诸侯很喜欢这些礼品啊 这个壁句呢 主要是指的是礼品啊 壁句 然后这个很喜欢这些东西的话啊 很喜欢这些东西 我再用好的词令来开导他们 导致以训词 又不渝之辈 而皇神相知 而皇神相知 即使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 就是皇神也会帮助我们的 像就是辅佐和帮助的意思 帮助我们的 寡君岂可以免罪于诸侯 因此呢 我们的国君呢 可以不至于得罪诸侯 然后而国民保焉 那么国家和人民呢 也就安定了 此楚国之宝也 这个也是楚国之宝啊 这就是楚国的宝贝 若夫白衡 至于啊 至于白衡啊 这种东西 先王之晚也 不过是先王的玩物罢了啊 玩物罢了 何宝也 谈不上 谈不上宝贝 也算不上什么宝物啊 语文国之宝六而已 然后他又系统的总结了什么叫国宝啊 他认为国宝一共有六样 第一个 圣能致意百物 以辅向国家则宝之 第一种东西什么 第一个是圣能致意百物啊 就是明白事理能够讨论各种的大事情 帮助治理国家的人便是宝 第二 玉足以辟阴加骨 使无水汗之灾 则宝之 第二个就是 祭祀的玉器啊 如果能够保护庄稼啊 辟阴加骨 能够加骨的就是庄稼啊 能够保佑庄稼好好生长 使他们不遭什么 使无水汗之灾 不要让他们遭受水灾汗灾 则也是宝物 第三 龟足以现场 藏笔则宝之 大龟就是大乌龟啊 如果能占卜出什么样 善恶来指导人民 也应该算是什么 宝贝啊 宝贝 这个藏匹 藏匹就是好的和坏的啊 好的和坏的 这这能够占卜出来啊 占卜出来呢 那样的话呢 也就是好的东西 这个线呢 在这里指法的意思啊 是法的意思 大龟也是宝 第四 猪足以遇火灾 则宝之 如果说那个珍珠宝玉 能够预防火灾啊 防御火灾也算是宝物 第五 金足以遇冰乱 则宝之 如果金属 金属制成的武器 能够防御战乱 也算是宝物 然后第六种呢 是山林搜则 山林搜则 山林湖泊啊 足以被采用 如果能给人们提供财物 则宝质也算是宝物 若福滑穴之美 处虽满蚁 不能宝也 不能宝也 你像滑穴之美 是什么意思呢 它在这里指的是 喧花的声音 这里指呢 玉佩发出的声音 玉佩发出声音 至于仅能发出响声的玉佩 处虽满蚁 处国虽然是满蚁之地啊 也不能把它当作宝贝 你会看王孙宇的这个 口才相当的好 他指出了国家呢 应该应该把什么当作宝贝呢 这是本篇讨论的主体 赵检子呢 把佩戴身上的一块玉石当作宝贝 而王孙宇认为 国家的宝是人才 其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物 而一个玩物啊 玩物啊 它再贵 它不能等于宝啊 不能等于宝 这是他提出的观点 所以重视人才还是重视玩物 这是一个国家能否强大的关键 从王孙宇这个角度来论述呢 他认为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宝物 这对我们今天呢 有很大的这种指导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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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吹呈 鑫子 杀 鑫子 杀 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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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子